假設你第一次出國走在路上 卻發現眼前的街道莫名的眼熟好像以前去過 這個時候,你會懷疑是自己出現了前世記憶 時空錯亂了,還是腦袋瘦斗了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記事感》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2015年,英國出現了一位被困在過去23歲的男子 他從3年前就開始發現 自己好像一直在重複經歷一些已經發生過的事 例如說,新聞上的最近消息,都是他知道的事 到外地旅行的時候,明明是第一次到這裡 但就是一直覺得眼前的景象很熟悉 還有一次,他正要去剪頭髮 一踏進店裡,就覺得 欸!奇怪!我不是才剪過頭髮 怎麼現在又回到還沒剪的狀態,要又要來再剪一次呢? 當自己這麼想的時候,男子又馬上意識到 自己心中的這個疑惑,以前也經歷過了! 這樣子反覆出現的奇怪感覺 讓他本人覺得很害怕 不知道該怎麼脫離這種狀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人真的有可能被困在過去的時空嗎? 還說,這種狀況其實可能是疾病的徵兆呢? 不過,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 先讓我們進行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你知道2027年,AI將取代8300萬個工作嗎? 如果你也不想被實在淘汰 那就千萬不要錯過今天要分享的 新商業學校線上課程! 它是我跟團隊很常關注的經理人 數位時代旗下的學習平台 他們專門為這場工作者 專業經理人量身打造知識補給課程 包含商用英文、公共談判 培養領導力、品牌行銷等等 像是一流工作者的商業思考框架 這堂課,講師就提出了10個簡單易懂的思考方式 加速大家解決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像我們平常很需要創意發想、高速產出靈感 其中曼陀羅思考框架 卻能幫助團隊有系統的思考 提升工作效率,非常推薦大家去了解 現在新商業學校還有限時優惠 4月底前,全佔課程只要6-5折 結帳需入Sasha 500,還能限折500元 開頭提到的英國男子 其實是出現了平凡的記事感 或者叫做Déjà vu 這是法文已經看過的意思 等它來說,就是對一些陌生的人 事物產生不合理的熟悉感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偶爾也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例如像是,明明是第一次去的餐廳 一坐下去會發現 店裡面的擺設、食物的味道 甚至身邊走動的人 都好像曾經在夢裡出現過 或是第一次見面的人 卻有一種說不出的面首 覺得以前一定在別的地方見過 這種感覺上面很熟悉 理智上又給不出合理解釋的狀況 除了可能會讓人嚇一跳而覺得很怪之外 很多人也試著想要給這種奇怪的現象 找出一個解釋 過去有不少宗教跟哲學家 都對既視感提出過解釋 像是印度教跟佛教就認為 既視感就是前世跟輪迴的證據 一個人因為在前一世對某些人事物 有強烈的情緒跟執念 才會保留住這樣的記憶 不過對於古希臘跟古羅馬的哲學家來說 見識感可能是神要給人們的啟示 透過這種特別的方式 暗示某些他想要傳達給我們的訊息 到了近代 在量子物理學跟多重宇宙的基礎之下 理論物理學家加萊道雄就認為 如果我們存在的世界 因為某些原因 恰好跟另外一個平行宇宙頻率對上了 那我們的記憶就有可能會在無意之間 被平行宇宙給印上 而因此產生一些不應該存在的回憶 除此之外 在一些科幻電影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更多對於既視感所做出的假設 例如在電影駭客任務裡面 我們的世界其實是由電腦程式所建構的虛擬世界 而既視感也只是電腦程式當中的一個BUG 除了剛剛提到這些觀點 其實還有一群學者則是透過研究我們的大腦 來找出既視感發生的原因 其實跟既視感有關的心理學理論非常多 那下面我們就舉出幾個比較常見的 首先有學者認為 既視感其實是我們大腦在記憶運作的過程中 出現了一點點的時間差 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一個東西大腦會將相關的訊息 同時傳送到左右兩邊負責處理記憶的捏野腦區 但如果有一邊傳遞的速度 比另外一邊稍微快一點點或是慢一點點 就算只是慢個幾毫秒的差異 也可能會讓我們誤以為這是兩次不同時間的事件 而第一種解釋是 其實一個陌生的情境中 確實有一部分我們熟悉的東西 據說來說 假設有一個人去新開的餐廳 店裡面播的輕音樂 以前在書店也聽過 但是因為這樣的回憶並沒有非常深刻 所以我們可能會誤以為自己有去過這間餐廳 但事實上 這個熟悉感其實是來自音樂 而不是餐廳的這個空間 第三種解釋則是跟注意力有關 我們的注意力就像聚光燈一樣 只會聚焦在跟當下最相關最重要的訊息上 像開設的時候 注意力大部分是放在路況上 而同一時間從兩側呼嘯而過的街景 就不會特別注意 但是實際上 我們的大腦還是會下意識的接收 這些比較不重要的視覺訊息 那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再回去看自己開過的街道 可能會覺得某棵樹或是某個招牌有點熟悉 這其實是因為我們確實有看過 只是沒注意到而已 最後 近年也有不少科學家透過腦噪癮的技術 看看機質感在我們大腦當中是怎麼樣發生的 他們發現 我們感受到的熟悉感 通常跟處理記憶的孽液有關 但同時 如果的決策跟判斷是非的前額液 會告訴我們 這樣的熟悉感是不合理的 不管用哪種方式解釋 機質感其實都是正常大腦會出現的現象 不過,為什麼有些人有過這種經驗 有些人卻沒有呢? 根據熟悉,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經歷過記事感 算是蠻常見的現象 尤其是那些常旅行、常接觸新事物的人 也通常會有更多出現記事感的機會 另外,不少研究發現 有15到25歲的年輕人 最常感覺到記事感 而且在25歲之後 頻率就會慢慢下降 有專家認為 這是因為年輕人的大腦通常處於高度活躍跟興奮的狀態 也因此容易意外的激發有關熟悉感的腦區 而另外一方面 年紀越大的人經歷過的事情變多 再加上認知能力漸漸下滑 就算有奇怪的熟悉感 也會傾向歸英語是自己記錯了 而不是記事感 不過,各個年齡層都會遇到的壓力問題 也可能是造成記事感頻繁發生的因素 因為大腦在疲勞狀態的時候 更容易出現認知或是記憶方面的小差錯 但是,如果出現頻率高到每天發生好幾次 或是每次發生的時間都持續很久 那就有可能是疾病的徵兆了 看到提到 感覺自己被困在記事感當中的英國男子 實際上被診斷有失自我感的精神狀況 也就是說 他會感覺自己的身體不再屬於自己 對所有的感受、思考跟動作都失去掌控 甚至懷疑自己經歷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而這樣的狀況 可能跟他長期的高焦慮有關 而且專家提到 焦慮跟失自我感其實會形成惡性循環 每當個案的精神狀況越糟 本人就越焦慮 而越是焦慮 精神的狀況就會越加嚴重 另外2023年 台灣也出現一位54歲的男子 去埃及玩的時候 發現自己一直出現記事感 剛開始他本人還懷疑 難道是出現前世記憶了? 但後來男子又出現了閃神 四肢抽搐的其他狀況 才感性就醫 精神科醫師在判斷之後發現 男子其實是罹患了癲癮 大腦的溺液出現了纖維化異常放電 才刺激到記憶腦區 引發接連不斷的記事感 因此專家建議 如果突然開始出現平凡的記事感 或是伴隨其他生理症狀 就要趕快就醫 除此之外 還有一種跟記事感完全相反狀況 可能也需要提高警覺 跟記事感déjà vu相反 對於熟悉的事物突然感覺很陌生 這種狀況叫做jamé vu 中文可以翻成油味感或是舊式如新 例如說突然忘記某個常見的字怎麼寫 或是走進自己的辦公室 卻一瞬間感覺很陌生 不知道自己在哪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像 我們先前討論過的門口效應 不過門口效應比較是專職 那種因為空間切換而短暫失憶的狀況 而jamé vu 通常發生在大腦 接受了太多重複的刺激之後 產生疲乏 注意力跟記憶提取暫時被抑制的狀況 據說來說 心理學家克里斯穆林跟同事 在實驗當中 讓受試者產生jamé vu 的方法 就是要他們重複的抄寫一個字 大多數人在抄寫30遍之後 卻開始覺得手心的字 看起來怪怪的感覺根本不像一個字 還有其他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像是重複的彈奏同一段旋律 或是一直做同一個動作 都有可能會讓大腦暫時的當機 但通常這種狀況 在短暫休息之後就會回復 熟悉的記憶又會回來 不過跟基實感不同的是 jamé vu 自然發生的機率比較低 所以專家建議 如果發現自己頻繁出現這種狀況 或是休息之後 自己熟悉的記憶還是沒有回來 就要盡快地就去檢查 因為這有可能是解離 或是其他腦部疾病的症狀 那進入觀念前 我們先特別感謝志祺七七的所有會員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跟贊助 我們才能夠持續運作這個頻道 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樣的問題 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 那如果你願意支持我們走得更遠 歡迎點擊頻道主頁的加入按鈕 成為我們的會員 或者也可以用超級感謝小和支持我們 好的,那話說回來 我們在準備這一集的內容時 也回想了一下自己以前有過的記實感經驗 不過很可惜的是 好像都沒有什麼太神奇或是印象深刻的 那最有趣的可能是我們曾經以為 自己早就做過關於記實感的影片 但一查才發現沒有 就像這次這個例子 每次稍微出現記實感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疑惑個幾秒 但因為不嚴重 或轉個身就忘了 也沒有特別在意 可是那個英國男子的新聞 讓我們好奇去多查資料 結果才意外發現 如果記實感的狀況太頻繁 除了可能是疾病的徵兆 也會壓垮一個人的身心健康 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我們細想之後覺得 這可能是因為理性上面知道不可能 但感性上面又確實覺得熟悉 兩者之間太衝突了 這間餐廳明明就是昨天才開幕 但我總覺得之前早就來過 這種明顯的衝突 很可能會讓一個人陷入自我懷疑 覺得自己是不是有病 久而久之 它可能會變得越來越負面 越來越壓抑、貶低自己 甚至變得不敢再接觸新的東西 那雖然這樣子極亂情況 發生機率不是很高 但還是讓我們覺得 平常就要好好保養 跟保護自己的大腦 真的是很重要 像是有健康的作息跟飲食 還有找到方式來緩解壓力 有需要的時候也不需要害怕 向身邊的人或專業求助 不過話說回來 有關記事感的說法那麼多 是不是所有的記事感 都是因為大腦的關係 這部分我們也是保持著開放的態度 因為真的有聽說過 身邊有人有做過很神奇的預知夢 不過這部分就開放給大家討論囉 最後,想來問問大家 你曾經有過記事感的經驗嗎? 有,感覺像遇到無法解釋的神秘體驗 覺得很驚奇 有,但覺得有點詭異 怕自己腦袋出了什麼問題 不會想要再經歷一次 有,當下就直覺認定 是自己記錯了,也沒有太多想 沒有,但很想要體驗看看 以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記事感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門狗效應以及曼德拉效應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